再看一下,我有分享了一個這個啦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東西,其實關鍵是打吳老師教學 我發現幾乎第一頁大概有幾乎都是我的吧 這個是我的,這個也是我的,這個也是我的 前三個都是我的,後面這個就不是我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吳老師的,這個也是我的 影片也是我的,這個匹克邦也是我的 這個也是我的,所以大概兩三個不是我的 其他都是我的,ok 所以後來我想說,我後天要怎麼介紹我自己 最簡單,Google吳老師教學 前三個就是都我的,這樣感覺蠻酷的 對齁 最常有人問說,為什麼你都可以排在前面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啦,如果你用心的話就可以做得到 而且還要耕耘很久 寫部落可能要寫超過二十年吧 ok,但也沒有那麼複雜啦,我是覺得還需要花一點心思啦 可能第一個,可能文筆要好一點 文筆也不能太差,第二個願意寫 第三個可能也要花一點力氣整理 結構,像怎麼樣把這個文啊圖啊 我的習慣是一定要有文,然後可能有些顏色mark一下 然後要有圖,圖可能要截圖吧 然後另外的話呢,底下還有個影片 有沒有,這樣的話就是有文有圖還有影片 另外的話呢,還有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底下這邊有 有沒有,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所以他以後一定還會再來 因為他看不完 看不完怎麼辦呢 加到我的最愛 ok,然後看完之後發現 哇,這老師太認真了 應該要把它分享一下 可能會把它分享給別人 對齁,所以如果這些條件都有的話 那這個文章很快就可以在搜尋的時候 很容易就被排到前面去了 ok,所以其實沒有別的原因 大概就這些 反正你就是花一點力氣嘛 ok,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上個禮拜 我們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七次,今天第八次啦 所以剩下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的主軸 就是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那首先的話呢 上個禮拜我們是資料庫 再加上下載一個叫request的一個模組 不過這個要下一些指令啦 我怕同學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呢我預先幫各位 已經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們就是安裝環境裡面 那這邊有個python的374 不384啦 那這一個後來我又重新再打包過了 上個禮拜那個好像有點怪怪的 所以你也許可以把它什麼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習慣上是把它剪到那個 我們的直接剪下放在低碟好了 那跟各位講一下 把它取代好了 就是說呢 如果你擔心舊的會不見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384後面加個底線 底線後面也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舊版的話 也許加一個old好了 ok 然後呢 那你再把它解壓縮 其實喔 你可以在你的電腦裡面 解壓縮致詞 可以同時有兩個三個四個版本都可以 只要資料夾名稱不一樣就可以了 它不會衝突 因為它各自因為是免安裝的 所以呢 每一個都是各自獨立的環境喔 ok不影響喔 也就是你今天呢 你要執行舊的 你就再去把那個 有沒有 384的底線old這個把它打開 然後你一樣去執行什麼 執行它的Scripps裡面的那個 Spiders ok它也可以亂得起來 如果你要新的的話 你就是再去開 是 路徑要提醒大家 對 還有一個 那如果說像你這邊有沒有 這個路徑啊 假如說改成本來是384 本來是沒有old的 那你加了怎麼辦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再把它打開 然後呢 記得喔 現在打開應該會找不到路徑 它好像會跳錯誤吧 有沒有 他說找不到這個 所以怎麼辦呢 按右鍵 記得還記得吧 就是說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編輯 用 其實我們可以用記事本來開 或者你可以用Nodepay加加來開 都可以 我把它開啟 用那個 用記事本 或者我們用 直接就是從這邊喔 記事本加加如果沒裝的話 那你可以從什麼 從那個我們的 Windows裡面的附屬應用程式 裡面的那個 記事本 在這裡 OK 然後你直接呢 就可以把這個拖拉過來也可以 因為它就直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我建議你就直接把 直接把它 這個格式 它可能跑一下 把這個格式 這個格式裡面的自動換行把它 把它點一下 讓它自動換行 我印象中在最下面的地方 找一下那個路徑應該可以找到 那路徑應該是在比較下面這邊 然後 路徑在哪 把它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 找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什麼Python384這邊 甚至你可以用尋找 有沒有尋找 然後尋找什麼 Python384 找到之後的話 在這邊加個底線 Ord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關閉 這樣再存檔就可以了 OK 儲存 好 然後就打開應該就OK了 你看 一定要NodePay++ 所以用機制可能會有問題 你把那個剛剛的動作改成NodePay++ 應該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存檔的格式被改 對有可能它把它改成那個文字檔 它已經變成存到NodePay++ 喔 OK 遺設只是NodePay++ 對對對 我們剛剛沒有選 啊 對 所以比較保險的話 當然你可能要再去裝那個NodePay++ 然後再按右鍵 再去做個 不過現在我已經存檔了 所以這個 那這個可能就會有 問題 對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也許可以把Q的那個 環境再Call過來 可以 所以比較正確是 或者你可以把之前的影片再打開來 第一步的話安裝那個NodePay++ 第二步按右鍵 這邊有個NodePay++ 有沒有 然後第三步的話 我是建議你這邊 檢視的時候一樣 自動換行 這個很重要 因為之前有同學沒有自動換行 他變成說 他那一行字 跑到最右邊去找不到 OK 啊如果你自動換行的好處就是 你就把它拉到底 我記得他拉到底往上捲一下下 這邊就看到了 就在這裡 有沒有 滿好找的啊 也就是說到底往上大概10行左右吧 OK 反正就是這個位置 那你又把這邊加一個什麼 底線Od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其實 路徑雖然改了 但是其實只要 稍微改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路徑 存檔 我再把它啟動之後 就 恢復正常了 沒有問題 用起來其實倒也是還OK 那也就是說 你的Python版本 可以不只一個 你Od 還可以Od1 Od2 Od3 對 還可以New1 也就是說你之後的話 甚至以後的話 384以後 像39 391 392 甚至以後會有 四點 四點幾 更新的版本 沒關係 你都可以放在 低疊底下 只要是 目錄名稱不要一樣 這樣的話 你可以有很多版本 沒有關係 OK 不是說你那個 有個版本 然後你之前的版本 就把它刪掉了 可是刪掉怕有個問題啊 你新的版本不能run 那你舊的版本也刪掉了 那你不舊 什麼都沒有了 那倒也是麻煩啊 但是我講過啦 Python 環境部分真的很麻煩 對於初學者來說啦 不要說對初學者啦 對一般人 像我們會覺得很煩啊 還是 是 我先要緊張一下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單元 對對對 那其他單元的話 是不是還需要添加其他的模組 哦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我已經都想到了 所以我已經幫你們把 後面會用到的模組 統統裝在最新的版本裡面 對對對 如果還有缺 你再告訴我一下 也許我在更新 有沒有 就是說 那個是可以鎖動 或者你也可以試著自己安裝看看 安裝的方法還是 老師 在你的電腦裡面 如果有兩三個不同的 Python的版本的時候 對 那你在安裝模組的時候 自己安裝的時候 是 每一個版本裡面都要去安裝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安裝一個 大家都可以用 沒有沒有 只有安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安裝的話 因為呢 你們在 之前 因為比較麻煩 就是說 因為之前 安裝的時候 那個Python 它會有一個叫 Paste Paste就是路徑 那個路徑的話 那個路徑的話 我一般是不要打勾 就不要設定 因為如果你設定的話 變成以後 都會連到 你有設定Paste的 那個Python版本 那會造成說 以後你裝都是裝到 那個有設定Paste的 那個版本裡面 那就會比較麻 所以第一個 我是建議 Python 不要用 就是你有舊的 我建議你把它移除掉 不然的話 環境太複雜 通常都會搞得很麻煩 像我的 我都是用懶人包 就好了 那相容性會不會有差 沒有耶 如果有差的話 我早就會 新的可以向下相容 其實 一定會向下相容 那你說 要不要用最新的版本 我倒不建議你用最新的 因為最新的版本 有的時候會有BUG 那有BUG的話 怎麼辦 你遇到問題的話 有的時候是它這個程式的問題 那反而至少麻煩 所以有的時候反而 像我的習慣是 現在比如說3.9 那我給你用3.7 或3.8就好了 不一定要用最新的 OK 所以老師麻煩 那個V2的版本的話 因為你有update出來 那它跟V1有哪些的差別 譬如說我拿一個單元 我可能會用到V 還是我以後都跟V2的版本 沒有 現在其實也沒有分V1、V2 反正就是 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把之前那個蓋掉 然後你再去下載那個 剛剛我講的那個版本 我們這個安裝環境有沒有 就是那個384這個就好了 但是你上面懶人包裡有兩個版本 這個不要管 反正這個懶人包是兩個 等於是舊的 這個是舊的第一版 這個是舊的第二版 也就是第一版、第二版 然後這個是final版 OK 那裡面只是模組不一樣嗎 對 就是說我 版本其實是一樣的 裡面東西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裡面有一些模組 我後面的版本都已經幫你們裝好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乾脆就 就裝這個最後這個版本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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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 最後更新嘛 或者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日期也可以 這個是1月13 1月14 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是 這也是1月14 這個是比較新的 你就裝這個就好了 OK OK 裡面應該該有的都有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上個禮拜呢 第一個就是你們可以開啟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六個單元 OK 第六個單元裡面的0601這個 那開放資料 處理CSV 因為 你Google 只要Google那個開放資料的話 其實現在最多的就是那個CSV的檔案 其次是CSV 所以如果這兩個檔案格式你可以處理的話 那以後呢應該問題就比較少了 所以我上禮拜有講過啦 你關鍵是檔案的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裡面的話呢 當然有政府的開放資料 台北市的 有台中市的 高雄市的 那這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呢 這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哇 這資料太多 你就資料期裡面 全部的資料期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有大概 它的總數的話 這裡面總數 我印象中這裡面總共會有四萬多個吧 我看全部的 它之前有一個數字 會全部好像四萬九千多吧 那行政院就兩萬多 那如果我們往下捲動 你可以看到 答案格式類的 CSV的這個類型 就有三萬四千多種 那這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個裡面去找你想要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做應用 那我取一個例子啊 因為這裡面資料太多了 所以我就取一個什麼呢 有關那個CSV的 這前面是安裝 所以其實就下這個語法 這上禮拜講過 然後呢 這個就是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這個連結 那比如說呢 台北市呢 為了讓那個什麼 市場行情比較公開透明 因為只要公開透明的話 自然而然 就比較不會有人在上下其手 所以開放政府有的時候是一種信任關係 就是我都已經讓你知道 所有一切的 那你也沒有值得懷疑的嘛 可是如果你黑箱作業啊 都不讓人家知道的話 那自然而然 中間就會有很多的問題發生 那所以呢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個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下載 我們只要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 複製連結網址 那我複製這個連結之後的話 我把它貼到呢 上禮拜講過 用那個input request 這個request是另外安裝的喔 也就這個模組喔 我已經幫你們裝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可以 再來的話 用它裡面有個方法叫get 並且它的裡面的那個 encoding編碼方式是CP950 為什麼CP950 其實我上禮拜有講到 你把它打開 記事本打開它是 另存新檔是AMSI喔 如果不是UT28的話 那你可能要另外再宣告一下 跟它講說 我的編碼方式是這個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你出現的結果呢 會是亂碼 那我把它從網路上下載 所以如果以前是這樣 你可能以前的做法是點它一下 它就怎麼樣 下載了 下載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 打開來的話呢 以前是手動的嘛 可能就點兩下 用那個什麼 用Excel開啟 那你再去做後續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說 用手動的 我希望全部都程式完成的話 第一步呢 我們就不要按左鍵 按右鍵喔 複製連結 這個連結呢 你如果把它貼上的話 貼到這個request後面就這一串 其實喔有沒有 request後面這一串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抓某個網頁 上面的連結 就記得按右鍵 複製那個連結網址 然後把那個網址貼到 request.get的括弧裡面 就這一串 它就可以幫我get過來了 那另外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是CP950 你按右鍵喔 然後編輯就可以了 記得喔 不是直接打開 編輯 然後再打開的話 它會用什麼 用記事本來開 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用什麼 另存新檔的方式 這邊呢 如果是喔 它編碼方式 假如你可以看到它是 ANSI的話 那記得喔 一定要加CP950 但是如果你看到是UT28的話 那你就不用去做任何事 就是不用再加這一行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差別 主要是你看一下 如果是這個的話 OK 如果你不加會怎麼樣 一定是亂嘛 我們來試一下 上面有demo給各位看 那再把這些資料切一切 然後再把它輸出 OK 那你可以發現喔 它這個時候呢 就會幫我 模擬一個什麼呢 模擬一個 有點像一個瀏覽器的物件 然後呢 去抓取那個連結的CSV檔 並且用那個什麼呢 CP950的編碼方式 幫我把它切一切之後 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喔 抓下來的東西 就變成像這樣子 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我接下來是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把這個串列 一個一個的串列喔 幫我把它塞到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OK 上禮拜好像講到這裡喔 所以請各位呢 也許喔 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是把它放在0601 這邊喔 底下 這一段層次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1跟2 OK 這兩個部分 待會再來看3 如何再把下載到的資料 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然後OK